大家好,这里是Chunch,欢迎来到流氓道3.13祭祀联盟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升华天雷之珠魔力流可以选择哪些 那首先呢,之前已经介绍过这个流派的基本概念 中等价位以及低造价版本的魔幻天雷之珠 那今天我们主要会讲升华的选择以及目前版本适合的魔力流升华是哪些 那我们就看下去吧 第一个我个人的选择是圣中的版本 为什么会使用圣中的老头 绝对不是因为他长得比较帅 而是因为圣中的全面性让我觉得选择他是一个比较好的 他的攻防一体蛮全面的 秘能必顾增加你身上秘能波动50%的效果 在满等的秘能波动之下 你可以增加10%的更多伤害 10%的施放速度以及0.5%的魔力回复量 在网上无上奉献 你可以有秘能波动时免疫元素异常状态 免疫元素异常状态在现今当中的防御面是很重要的 以及你有秘能波动时偷取生命 还有增加范围的效果 多少补了一些生命的部分 以及范围效果 天雷之助是一个范围技能 30%的范围效果也可以让他再多打个几次 最后的一个防御点呢 我会选择神圣指引 他拥有抑制扭曲 以及更好的MOM 这个MOM加了10%之后 配合原本的MOM都是40% 衣服的部分如果你是使用味道自跑 可以再加10% 以及看守之岩的10% 最终会达到4比6的承受血魔比例 所以以慎中的承受来说 他的一个血池 你即使只有大概4000左右的生命 但是魔力超过6000的话 你就能拥有一万以上的血池 再来的一个防御点 力量定罪 他可以加一最大暴击球和最小耐力球的数量 以及基本就送你四发的一个耐力球跟暴击球 基本常住8球 那天赋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再点出一个上限 搭配天赋的使用 关键在这里 这边有一圈是给予很多暴击球的能力 不管是回魔 暴击加成伤害等等 以及加一的最大暴击球的上限 你可以再点出一个暴击球 拿到5暴击球 这一点还可以让你在没有热击的情况下 就拿到耐力球跟暴击球所有的好处 4个耐力球给予了16%的抗性 以及16%的物理前面 暴击球的部分 5颗暴击球可以拿满暴击率 以及暴击球相关的天赋的问题 那剩下的部分呢 这个流派已经解决了绝大多数 除了元素反伤的问题 那我们就讲下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流派 就是元素史的升华 为什么元素史在某些情况下 是可以超越圣中的呢 第一点元素史很难拿到 跟圣中一样高的魔力跟减免 毕竟他少了那一条更好的MOM及魔力的数量 那像他对应的是他拥有了原人者跟先祖诸王的魔像上限 还有魔像的伤害增益效果 以及一样你可以免疫元素异常的状态 那基本上我都会点两点 之后呢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POB的档案 这里有一个老人的圣中元素史的部分 以及之后会讲的贵族升华 大家可以从底下的连接照到 那他会选择把暴击球的部分给拔掉 选择了这里的升华 拿魔像的部分 拿完魔像的部分呢 正常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召唤四只以上的魔像 四只以上的魔像 你可以使用巨石魔像 然后混沌魔像来拿防御 火焰魔像 像闪电魔像跟盘兵魔像拿暴率跟伤害的部分 都相当的好用 那关键我觉得你玩元素史 就一定要点元素壁垒 元素壁垒可以给你每个元素圣盾的 大点天赋100点伤害 基本上我们的正常配置之下 大概都可以拿到3000左右的元能之盾 可以吃到绝大多数的元素伤害 四秒会重置 那这一点还有个很关键的能力是 不会承受反射的元素伤害 任何的反伤图都能打 他就是跟圣中绝大多数的不同 至于伤害的部分你可以分成两个点 一个是风暴雕塑者的一个必定感电 15%承受以及更多感电效果 可以多少拿一些 比如说如果你珠宝有增加感电效果的星团 可以使用这个来放大伤害 否则的话你可以选择混沌天才 增加你近期曝赛 每秒回复1%魔力 不要小看这1%魔力 在魔力流的回复当中 1%魔力是很高的 所以会优先选择这个 可以再拿更多的防御 跟曝赛的一个影响抗性 基本上他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点起来 好那接下来是贵族 贵族的部分应该是我们要讨论的地方 最多的升华使徒 升华使徒我会怎么选择呢 首先呢我会选择追猎者 你使用药剂的时候可以回复4%的生命 由于我们有聚集者阴迹 然后打亡的时候呢 魔力药剂可以一直喝 刷涂的时候也可以一直喝 所以呢不用偷取 只要使用追猎者一直不断的按药剂 我们的药剂基本上都是一直疯狂的按 一次按个视频 就可以回复相对惊人的生命值 以及持续时间内增加移动速度等等的能力 15%使你使用药剂时不消耗充能 让追猎者可以半长住的药剂 当然他不是追猎者的本人 使用药剂的部分呢 也没有像追猎者那么的弹性灵巧 但是以追猎者的小点生化来说 也算是蛮值得的 就是他这些的能力等等 好那下一个的部分你可以选择圣中 圣中有最大魔力 以及增加秘能波动效果 这次是新增的 没有圣中本人的50%这么多 但是依然有25%的效果也不错 以及生命值承受的伤害 8%由魔力扣取 也是相当不错的MOM了 也离10%相差为多少 那贵族他有个好处就是 你实际配完之后 你看到正常来说 圣中跟元素使得 基本上是4000 8000 但是贵族可以配到 拥有9000以上的魔力 甚至还可以更高 单纯就是看点数 点数越多越强 那以贵族的升华面板来说 我会建议走旁边这里 还可以拿到双朵 稍微舍弃一点 这里的生命全抗 但是可以经过这里 也可以拿到不错的抗性 以及拿到更好的 魔力药剂的能力 让整体的贵族喝药 使用药剂上面更为的灵活 也不会输给追猎者本人太多 加上双朵的能力 面对群怪的生存能力 更有保障 打王的时候 整体的性质也不错 所以最后的判断之下 虽然我是选择老头圣中 但是我不会选择贵族的 唯一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没有球 而且球要热击 这个流派的秒王速度是很高的 所以最好是一开始就拥有 热击丸的输出 这就是我选择圣中的原因 那这里走追猎者之外 其实贵族也可以选择元素使 因为元素使不会承受反射原伤 曝晒必定减抗 以及增加感电的承受伤害 以伤害跟功能性来说 元素使也是可以做一个选择的 但是如果你愿意规避开 拥有元素反伤的图 追猎者跟胜中依然是首选 这就是我对这个流派的看法 详情的话我们就不用影片做太长 大家可以去看先前的升华 那结论就是呢 在正常情况之下 老头依靠的是暴击球的周边 暴击球的范围等等的能力 那元素使的话 他的范围基础会比较小 但是可以靠着魔像这里的升华 拿到不错的防御面跟攻防一体 免疫元素伤害 生存面也有一定的保障 也是一个优秀的选择 特别是妹子 那再来的话 贵族的重点会着重在于 可不可以走到更好的魔力天赋 更多的天赋点数让他可以点出双斗以及从别人家出门 你最后的使用来说 贵族可能会是这个流派当中比较强大的存在之一 因为有了追猎者的药剂天赋 谁用过谁喜欢 生存上来说 如果你愿意一直不断的按药剂的话 追猎可能是会最好 我没有要把他们排名什么的意思 不过元素使能够打圆反图的一个优点实在是太高了 那贵族的升华配上追猎者升华会好很多 全面然后一开始就有基础的爆发 以及最稳定的一个效果 胜中也是很好的选择 单纯看各位想要走什么样的一个流派 那追猎者本人我个人觉得其实并没有特别适合这个流派 所以暂且不做考虑 追猎者还是去玩比较主流的一个高生存版本 不需要把怪物给秒掉 追猎者其实并不适合说真的把伤害撑高秒 而是使用耐久战的很强大的升华 以上是我对魔力流的看法 那不太依靠装备 依然是一套装备打到底所有的看法 你最终还是可以因你的需求做一些微调 那我是Change 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想要玩其他的升华 以及他的看法 那我们就下一个攻略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